十大封号武帝之一 爵士虎飞扬在天荡山脉宇宙 于十五年后转世重生 化为天水国公子李云霄 开启了一场与当世无数天才相争风的逆天之旅 那爆起的金光内同时涌出魔气 李云霄凶神恶煞三头六臂 一身精芒中还有无数魔纹覆盖身上 上空的那只妖兽直接被双手硬绝击飞了出去 在空中大口吐血彻底毙命 李云霄被两个胺前后一击 巨大的力量震入体内瞬间被击伤 三个脑袋都吐出血来 六眼当中竟是一股冰冷之色 胺被他的法相状态吓了一跳 一击之后立即明白了失去最好的机会了 两道身影凌空一闪 竟然朝着两个方位顿去 哼 留下吧 北镇南冷喝一声 凌空一步踩出就到了一鸣鞍的身后 扬起手来掌心有绿光跳动 画成一个简单的三脚印记就拍了下去 那名鞍大惊之下闪躲不及 急忙回神出拳 迎着掌印轰了上去 砰 两股力量一撞 鞍似乎因为分身了出去 所以力有不歹 猛地被震退竖步 北镇南脚下一踩 栖身而上 始终压着他的拳印 绿光在一拳一掌中 迸舍出来 化成阴晕之气而起 这是 安猛地抱起眼珠子 满是惊恐和骇然 只见自己的拳头上一片惨绿之色 整个手臂都失去了知觉 那绿色还在以难以想象的速度蔓延 明明用地气封闭住了经脉翘穴 但是依然蔓延了半壁身躯 他猛地惨叫一声 那半壁身体瞬间溃烂下来 眼睁睁地看着被腐蚀掉 而且就在这惨叫的光景下 整个人都变成了绿色 你 你 你 这 这是 他张口说不出话来了 只是吐出了几口氯气 就仰面往后倒去 砰的一声摔在地上 尸体慢慢地被腐蚀掉 所有人都是惊恐地望着北镇南 露出忌惮之色 现在他们终于明白了 之前李召唤出来的鬼王 为何会一招之下 就连祭瓶也不要了 直接逃走 要知道那种鬼物与召唤者之间是有契约在身的 林郑脱逃不仅丢失祭品 还会受到契约反噬 那种反噬之力异常凶惨 极少会有人敢于违背 秋木杰双眼中猛地爆出金王 师生叫道 律独 大灭绝五毒枝 七换绿叶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所有人都是身躯一阵 同时露出金色 大灭绝五毒的名气极大 但这种东西似乎极为遥远 想不到竟然有如此神威 秋木杰显得十分激动 内心的情绪似乎波动极大 私生道 能够控制大灭绝五毒 你必然是天地独身的神体 这般强者 为何我从来就没有听过 北镇南面色平淡 轻轻地说道 你没听过的强者 多着呢 这一句话 就将秋木杰给掖住了 完全不知道说什么好 不远处 另外一名鞍也被宁可云拦了下来 打得连连吐血 你不是不死之身吗 怎么还会吐血 宁可云冷冷地说道 翻手之间又拍下树掌 将鞍震落地面 砸出一个大坑来 满身鲜血地躺在里面 全身到处都冒出血来 师叔 别打了 再出一招他就得死了 韩军廷将宁可云拦了下来 什么八步妖族 喳喳 宁可云阴沉着脸唾弃了一声 安躺在深坑里 七孔中都不断地冒出血来 抬起手来似乎想要反驳 但喉咙当中 咕咕的几下 完全说不出话来 李云霄道 别杀他 留着万万审问 若是他不说的话 待会儿我直接搜魂 刚才 他被安前后联手一击 体内受了不小的伤 现在进行搜魂的话 怕被进一步加重伤势 而且这些妖族的神通稀奇古怪 万一魂力反噬的话 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安在坑里挣扎了几下 眼中流露出不屈和怨毒之色 韩军廷道 现在离失去了踪迹 也只有靠他了 大家先将这些凶兽杀光吧 众人都是一点头 飞速地冲入那百兽内 更加迅速地厮杀起来 离做梦也没有想到 会出现罗青云和鬼修罗这个艺术 原本部下的天残百兽阵 就是十个里云霄也得杀了 万无一失的布置 还是敌不过命运的安排 斩查时间后 百兽被一展而空 整个荒漠在列阳下 照耀的一片赤红 血腥味扑鼻而起 方圆千丈 全部成了血沙 但在场的哪一个不是手中染血无数 虽然场面刺眼 却也不以为意 宁可云道 现在怎么办 他望着李云霄 他此刻似乎成了所有人的主心骨 但李云霄却一直盘坐在荒漠上 似乎进入了入定状态 调息身上的伤势 宁可云只好将目光望向韩君廷 自己这个足智多谋的失职 韩君廷叹 韩君廷叹了口气 对于幻境之事 我是一窍不通 还是等李云霄醒来吧 或者等这邀安能够说话了 抓起来拷问狸的下落 他们之间必然是有联系之法 对 宁可云道 他既然留下断后 肯定会有追上去的办法 他一下子跃入坑内 查看起安的伤势来 随后取出几枚丹药 塞入他的口中 逼着他吞了下去 安虽然重伤在身 但神志还是清醒的 怨毒的盯着宁可云 强行抵抗不肯吞药 结果被宁可云 一掌拍碎了所有牙齿 丹药合着满口的碎牙 一起吞了下去 敬酒不吃吃罚酒 犯贱 宁可云骂了几声 同时在他身上的几处 重要穴位拍了几下 打入烙印 免得他恢复气力后逃走 安也察觉到了 双目变得一片死灰 李云霄入定之后 直接在戒神杯里显影而出 突然一道剑气凌空而起 展向他的头颅 李云霄扬起手来 双指轻轻一加 便将那扩剑 粘在两指之间 一道金光荡海 整个扩剑 也嗡嗡的颤动不停 任由水仙如何使力 都无法抽动分好 你干嘛 闲得无聊吗 李云霄瞪了他一眼 双指一扬 就将水仙直接弹开了数丈远 好啊 你欺负我 我要杀了你 水仙浑身金甲 大剑在身前一挥 不断有龙语在周身响起 这是 李云霄瞳孔一缩 露出骇色 只见水仙的身后空间 变得恍惚起来 慢慢地浮现出巨大黑影 转瞬间 十一只深海巨兽 直接跨界而来 撤 李云霄彻底呆住了 正正地说道 你竟能将这东西 照到我的戒神杯里来 他愣了一下之后 随即有些恍然的样子 沉吟道 既然可以随意随你 降临天舞界 那么降临到戒神杯当中 倒也不足为奇了 哼 李云霄 算我认错人了 今天 我便要杀了你 水仙满脸怒涩 剑决在身前展开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那剑势越续越高 一片金光灿烂 身后的十一只深海巨兽 也开始撸撸撸的摇摆起来 随时可以准备攻击 华修则是双手抱在胸前 安静的站立在远处天空下 面色清冷的看着 李云霄看了他 已经说道 水仙 你怎么了 发什么神经 哼 华修轻哼了一声 将脸转了过去 似乎不想看到李云霄 去死吧 李云霄 你这个大骗子 水仙怒气冲天 一闪之下 剑气就斩了下来 整个天空被直接割裂出一道巨大的口子 斩机之力异常灵力 转瞬极致 李云霄一闪就消失在原地 直接出现在他的上空 大喝道 慢着 到底怎么回事 说清楚 让你打下去的话 我的戒神杯都得完蛋了 水仙一下子哭了起来 双目通红 李云霄 你这个大骗子 你竟然已经有老婆了 你竟然已经有老婆了 为何还要跟我在一起 水仙哭得很伤心 不断的啜泄起来 梨花带雨 令人心疼 华修冷冷地看了他 一眼说道 我生贫最恨的便是你这种 已婚男人装未婚 去勾引未成年单纯少女 幸亏我师妹发现得早 滚吧 以后再也不要来找我师妹了 李云霄拍了一下脑门 不知道说什么 只听见水仙哭得更厉害了 他一阵无语 双手在空中比划了几下 才说道 一我没有老婆 二什么 你还狡辩 水仙哭道 那个叫菲尼的凤凰 都喊你夫君了 你还装 你你继续给我装 李云霄觉得很难解释 只能瞪眼说道 我李云霄一声坦荡 什么时候装过 再者 我有没有老婆 跟你有什么关系 水仙抹了一把眼泪 一脸的楚楚可怜 你真的没老婆吗 李云霄觉得头疼 现在不是我有没有老婆的问题 而是我有没有老婆 跟你有什么关系 明白不 华修冷冷的说道 师妹 你还想上当 他这么说的意思 就是他有老婆了 水仙顿时嗷嚎大哭起来 全身的金光也一下子消散 就这样蹲在空中哭着 华修喊声说道 我师妹 乃是海皇之女 四海公主 绝不可能跟其他女人 共用一个男人的 李云霄 收起你那龌龊的内心 请不吝点赞